欢迎收看IM每下室 今集我们请来Rafi 和我们讨论一下恒指和大事 其实昨天恒指有少少回升之后 今天就射了920几点 由于疫情在全球已经蔓延开 加上世卫近日都公布了 这个武汉肺炎是全球大流行之后 其实令到美股是暴跌的 导致都向入了熊市 因此可能都拖累了港股 今日的表现是很不稳的 今天都低见过24000 恐慌指数也说达到48 创了9年新高 其实按照现在一个 目前不是很理想的形势来看 虽然之前有联署过他们说减息 但其实好像对旧市都没有什么作用 暂时又加上未看到一些有效的措施 可以刺激到一个环球股市的情况 Rafi 你预计一下 如果恒指短期内会再下市多少点 当然我想港股就没办法 跟回外围的市 都需要再下市 尤其像我们所说 譬如美股过去这几晚 特别是每晚都在1000点下 还有始终我想现在整个市场比较害怕的地方 就是虽然你说很多央行 譬如美联署也好 英联署也好 或者其他央行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都有些减息举动 甚至美联署和英联署也够至减了50点 但我想问题是大家觉得时间那个点不是那么合适 因为其实反过来说这个疫情其实在外围正在爆发着 未去到一个可能高峰期 或者更加理想未去到一个可能在回落着的一个情况 但你已经做了减50点这么大的一个举动 大家会觉得一来你的效用可能没有那么有效 甚至乎始终以反弹药上去看 你对比外围这么多央行这么多地方来看 其实离去都可以减息这一招 但是很多已经减了没什么减 如果这一刻用了50点用了那么大力的话 但也拿不到效果 会怕之后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做 形成现在对市方面的忧虑性会比较大一点 还有就是在怕现在疫情在外围这样蔓延爆发之下 可能所困扰的时间比原本想象还要大 因为比如你过两月前都只是觉得只是内地是紧要 其他外围起码没有东西的 可能第一季已经叫余杰的 但如果现在外围先爆发的时间 可能会搞第二季也是 甚至乎你说除了国家的困扰面比相中更大之外 可能现在慢慢讲到甚至乎天气热 这些都未必真的叫立即过去的 所以可能时间又会再困扰很久一点 所以这些因素对市场是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我想暂时的港股很难说特别叫理想的 但唯一好看就是它的股值 我想对比美股明明是便宜很多 还有去到这些位置都落到大约10倍PE以下 都在过去特别过去这十多年 可能海啸之后也好 怎样也好最低都是9倍多的 我想如果这些水平的话 其实再大跌的空间我觉得不多的 所以如果一旦跌穿24,000也好 我想大概28,000这些位置都会有个支持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反而去到这些时间 已经不是考不考虑所谓的扔货 反而我觉得如果你说收入上是重现金比重的 其实慢慢在24流开始要考虑建立创 我想某些主要 当然看你选择什么股份 你选择好的版块的话 或者是一些可能相对受惠程度比较高的行业 我想中线看法其实还是比较理想的 除了刚才说的减息不是一个时机之外 因为昨天可能都会寄托特朗普说完话之后 可能会有少少可以刺激到 但其实大家对他的说话都比较失望 所以就令到今天的股市更加跌了 除此之后可能我们现在 今天港股方面都有22个蓝筹下跌 其实也有不少人都在斟酌着 有哪些其实可以薄反弹 有哪些可以趁机撈下底 其实我们今天就会拿几个出来讨论一下 首先当然的就是汇丰 因为近期讨论都多 其实今天都跌了3.7% 现在的价位大概是46.8%左右 但从一个收息的角度来看 其实现在的息可以去到8厘左右 其实可能这个吸引力都比较大的 但其实可能现在的机会是否可以撩底 我觉得如果你说从息率来看 就真的是吸引的 就是8厘性 因为你过去这么多年 如果你说真的近这十多年 比较差的时间 可能汇丰去到海啸 都是10厘 其实现在8厘都算是一个很高的水平 但你说是否真的只看这个息率 而去决定买不买呢 我会有点保留的 因为反过来说 你买的汇丰 就算我当你收息 你都要明白 但是起码一年再收到百里石 但一年里面 其实股价止不止跌百百百分比 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已知不止 就是你很明显 就算赚了息也会输价 就算不稱業務 都未必說是太直播 就算你拉著業務去看 我想始終現在疫情 或者大家對經濟的前景憂慮 其實對回控這些國際金融股是更加之不利的 因為剛才也說了 環球央行的減息 如果大家鬥減 或者美國又減到幾個負利率繼續負下去 其實意味著正式差的受壓性 對回控這些國際金融股是更加明顯的 這個我想對它的盈利前景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而我想另一點就是 最主要是整個後市經濟 如果大家這一刻真的在怕經濟有所謂的衰退 或者不要說衰退那麼負面 可能下限的風險也好 其實可能對他們之前一些的借貸 都要做更加多的撥備 其實是不奇怪的 所以變相對他們的業務 我覺得不是特別樂觀 甚至如果你真的會控自己本身來講 因為最主要的不確定就是之前所謂定出來的一些改革重組的計劃 那究竟走下去是怎樣呢 因為你連這一刻接任人都沒有 其實是大家會有一點質疑的 雖然這個百利息好像很高 但如果趁前景不是特別理想的時間 我覺得就不是太容易大家考慮 即是可能現在算是底了 但可能預計今年它反彈的機會率是很小的 股價是去到底位的了 或者股值都真的開始叫便宜的 但問題就是前景來說沒有太多吸引點 可以令到股價有一個比較大的回升空間 嗯嗯 如果是另一隻都是比較高息的 還有之前因為炒口罩 炒了上來的叫做香港電訊6823 其實今天都跌了3.5% 那股價大概現在都是11.8% 它說股息都有6厘的 加上可能它現在的業務 你看到可能都受疫情 甚至經濟週期的影響都可能都比較細一點 還有看到前景可能都是不錯的 那這一隻又值得去趁低吸納呢 相對這隻我覺得會好一點的 因為一來如果你說真的就算有一樣 只要給一個息率 那其實它現在可能6厘、6厘領的息 其實都算是挺高的 因為如果你把美國10厘期的債息 那個Yield 現在都是剩下0.6、0.7來計算 其實它是算是吸引的水平 那再我剛才提到除了給一個息率之外 那好像匯控那樣計算 你給了那個業務的前景 那其實6823又相對是穩陣一點的 因為起碼只有一些香港、本地的電訊業 那相對來說受外圍的不確定因素會比較少 即無論外圍經濟或者疫情怎樣影響 其實理論上就不太對它的業務會拖累的 更何況以電訊業來看 雖然香港的經濟都是一般的 但是電訊業是怎樣都要用的 相對來說那個週期性影響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以業務前景來看 會比較優勝一些 還有我想另一個有機會吸引的地方 就是你內地雖然說不出來 但是香港接下來都會走不出來 那這件事都有機會對他們可能上下 或者一個 當然阿布也未必說即時有太大的幫助 但是長遠來說 我想看法上不會太負面 所以你以剛才這兩者去請你上來 我寧願是6823可能相對會好一點 可能對比回匯豐 可能前景一般的時候 可以考慮香港電訊 另外有一隻都是剛剛今天出了業職的 叫做友邦 其實他的業務增長都是6%左右 其實都是上市來最低的 但是他們說現在中國有六成的新增銷售 其實慢慢都轉由線上去完成 之前可能因為受疫情 甚至受社會運動的影響 可能他們的業務都真的挺大影響的 本身加上他們的資產素質都不錯的 雖然息率可能不是很高 但是今天都跌過超過4% 其實現價債69元左右 其實這個值不值得守住 或者值不值得現在現價進入呢 我想如果要進入 都要再等它下低一點 當然你說長線來計 整體對友邦的看法還是樂觀的 就是我覺得你疫情這些慢慢爭 如果怎樣都會過去 當然你剛才有時間性就不知道 但是怎樣都會過去 如果你說不計這些因素的話 其實本身友邦的業務前景 我覺得不太擔心 這個長線就沒有問題的 但是問題就是短線 或者這一陣子 我覺得股價有機會是再下低多一點 因為始終我覺得一方面 當然你說到業績 其實這一次就沒有特別多焦點在這裏 因為本身有些行業都不會遇到特別漂亮 因為從去年 你下半年受到香港的一些事件 其實都遇到新業務價值增長是會拖下來的 所以就算你撇除完 都是只有1.5%、1.6%的增速 其實都不是特別快 對比往年來說 但是問題大家最硬點都是看回今年 或者這一刻那個疫情因素 雖然你說到一點就是管理層也有提到 就是它這一季來講 部分的銷售轉了做網上 整個六成是來自網上 但是我覺得你說對它這盤數 是不是有很大的幫助呢 我會有些保留的 因為以往有幫過賣點或者殺吃的地方 就是它在香港 可能很多內地人來香港買 是買一些所謂叫做高價值一些的保單 譬如你受險啊 或者是投資商年的保險啊 這些其實是一定有經紀跟你去面對面談啊 面對面見啊 見很多次幾次才會簽到的 不是說你網上自己買 網上買的保險呢 反而是一些很簡單的 所謂一切性保險 譬如一些旅遊保啊 一些車保啊等等 相對這些保險呢 可能的量是ok的 但是問題是每一單的利潤的margin是比較低的 所以就算是這一刻它有六成 可能離自網上也好 是不是夠掩蓋那個 所謂高價值保單的損失呢 其實我自己會有少許保留 所以其實幾意味著呢 這一季的業績其實未必說真的太好 我都有最擔心就是 新業務價值的增長呢 可能有幾大的 幾明顯的下跌在那裏 所以我覺得這個股價呢 有些機會可能再會多一些 甚至乎 除了看那個新業務價值 或者實際現在基本面之外呢 我想最大的問題都是那個債息 你見到美國的10年期債息 30年債息所有Yield Curve 都不斷扯下來 或者不斷地要平的話呢 其實對它的那個投資收益 是挺大的影響 那原上我想 無論從它投資收益 或者實際的銷售 都不是這麼樂觀呢 我覺得這個股價 可能會再反應多些少 所以有些機會 可能試回65元以下的水平線 明白 可能現在短期來看 它的業績真是一般 但是其實長遠來看 其實這個股份都是值得拿的 另外之前也有很多股民 都有想過一些比較想追 或者長渣的一些新經濟股 比如我見到有讀者都問 9988 阿里巴巴和美團 其實近日的股價都有一些回落 其實現在是否可以 入少少看著呢 因為根據今天阿里巴巴的現價 是188元 就是跟掛牌的時候差不多 美團就90元 好像都挺吸引的 其實我都可以考慮的 因為阿里巴巴其實落到今天這些位置 都去回上市後 上市第一天的起步位 因為那天開業是187元 其實就差1、2元左右 但是我覺得這樣說 你如果這一刻要考慮 你要遇到一點 就是短期還是比較繁複的波動 因為始終沒有辦法 一來美團 或者阿里巴巴都好 始終業務都不多不少 是有受到這一段疫情影響的 特別之前內地的時間 有疫情嚴重 對他們無論阿里那個 可能運輸 又或者美團他們的餐飲外賣 一定有衝擊 這個是有負面影響 所以才導致股價比較 叫低一點的感覺 而來始終這堆新經濟類的股份 和市的敏感度都是比較高 而上來這一段時間 市是反貨 或者是不斷的市侵下來 你很難要求他們股價 自己在陣間很強的 所以遇到你就算這一刻鬧 你可能要守一下 我覺得一樣是長線 當然我覺得看法上還是很樂觀的 甚至乎我覺得內地這個疫情 已經很明顯地是慢慢過去的 所以如果以內地 已經是快走先出來一步 而下一步大家看內地 就是一些所謂刺激的政策 不論你說消費也好 一些所謂刺激經濟等等也好 我想對這堆新經濟股 特別本身 你在電商也好 或者美團在餐飲外賣也好 都是各自的龍頭來的 相對那個長遠的受惠性 或者反彈的力度比較明顯的 但這個就比較中線一點 如果以回手上不是太多貨 或者現金比較重的 你說特別看好這一隻 比如亞利的 我覺得在這些位置 可以嘗試考慮賣第一絕線 如果有機會再跌多一點 才賣多一點會好一點 明白 可能要分批再入 可能見到阿里巴巴和美團 本身都是比較有實力的公司 所以大家應該都是望長渣的 所以就不急於一時了 可能在除了這一類股份之外 在逆市之下 我們看到一些股份都好像逆市上升 比如一些內房的物館股 碧桂園服務就升了2% 現在股價暫時是高位橫行 就大概30元左右 其實它有沒有再有上升的空間 我想物館股或者這個板塊 但是接下來都應該還是比較偏強的 當然不是說它一定不用跌 但是我覺得如果有一個CD 可能它一起會斜勢調整一下 但是如果調整完之後 它的反彈力會比其他板塊為之強 或者明顯 因為我想最主要的地方就是 現在看了這麼多不同板塊 不同行業來講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多少板塊 好像物館那樣 這麼好的一個盈利增速 或者這麼平均的一個盈利增長 不是說個別一隻 整個板塊都是處於高增長 所以如果資金上的一個配置 或者投資來講 起碼你選擇行業高增長 物館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還有加上本身的業務 我想大家都不否認就是 對那個疫情 對實際的經濟環境 不是說特別大的受慮地方 而且本身都是一些很重現金流的一些公司 相對這個是有它的優勝地方 所以都預計了就是 接下來如果特別是短期來看 沒有其他所謂板塊或者行業 可以抬頭 或者可以有一個這麼平均的盈利增長的話 其實物館就不會說太危險 就是預約資金都會繼續逢低去考慮 但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要當中看什麼公司 當然我覺得看龍頭會是優勝一些 因爲始終物館 我想你一個正在看的地方 就是看他們收購併購的概念 那你始終內地的實物館行業比較分散 那如果有具收購併購能力的話 龍頭會是優勝一些的 再加上如果拍了本身它收購完之外 一些自身的一些管理免資的生長 那我想長線那個盈利增速會是比較合觀一些 所以我想選擇都是選擇龍頭 但是如果你是比較幾隻 譬如你提到的比國人服務 還有亞生戶這些來計算 相對股值 我想亞生戶可能便宜一些 那我想這隻會稍微 我自己看得理想一些 即可能反而覺得亞生戶的潛力 是會更加大 那之前可能已經說過一些 樂福物館股都看好的 可能加上現在疫情 大家都會躲在家 那對這一方面的服務就更加需要 所以就會更加受注目了 那最後可能都想問一問 個內需的辦法方面 那我們近來見到一個內需的食品股 中國飛鶴6168 那就爆得都幾厲害 就是昨晚都升了整6個% 那但是今天就有些少回落 那其實你怎樣看這一隻股份呢 我覺得當然勢就還是很強的 就是如果你以走勢上說 當然不排除還有一些短線上門的空間 就是純粹看圖 看走勢 但是如果你說以基本因素 或者是近期在炒一些什麼呢 我自己會有些保留的 就是再追下去的話 因為一來始終我想近期最主要 再推它不斷破頂的主因 都是那個入了北水的情況 但是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今次納入北水的名單裡面 其實是它炒得特別明顯的 但是始終我想北水這個納入 你說是不是有一個持續性的炒作呢 其實就很難說的 就是突然間如果你說 可能明天或者下個禮拜回來 當這筆水是淨流出的 可能股價已經即時有一個 比較大的調整壓力 這個我想第一件事是 未必太過耐炒這樣說的 而二來我想就是最主要的業務 因為雖然它是主打 或者叫自己做一些 內地比較高端一些的奶粉 配方奶粉 但是實際來說 當然我覺得你說在這一疫情 或者是接下來 可能大家對這些高端一些的食品用品的需求價值大 因為感覺上會比較安全 但是問題就是 是不是真的實際它講到這麼高端 或者這麼大的銷售的競爭力呢 我自己會有一點點保留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 特別是股值都不是叫便宜 我覺得你說再追下去 純粹一個短線根細去考慮 但是你說如果一個中線來算 我想現在這些位置就不吸引了 中長線就要小心一點 短炒就可以的 接下來都有一些讀者就問 91453.9有貨可以怎樣部署 如果914有貨 我覺得暫時都可以叫持有的 因為始終我自己覺得 一來你的買入價 其實跟現時不是說差太遠了 二來我想這些水泥 基建類的板塊 其實我會看法比較理想的 因為剛才提到就是 如果疫情的情況 我們都已經差不多可以這樣說是完全受控了 大家不斷看都是一些之後的政策 而如果你說很明顯地要刺激經濟的 其實很傳統的想法是一些基建行先的 雖然金鑽可能你說傳統基建也好 或者一些所謂新型的5G基建也好 都有機會去做 但是我當你真的是在行基建裏面的話 自然對水泥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推動 因為始終對水泥水頭都大 而且海螺本身的優勝地方就是業務比較傳播性 你受圍堵的地方 不是說過一兩個地方 想你價格高一些 或者某些低一些 會對它有比較大的影響 比較平均一些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繼續保持住 再加上今天你說的股價 雖然都要借小落 但是去到一百天線 現在五十三元暫時又未真正跌穿或失守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這些位置不穿 我覺得不妨可以拿著它 我覺得如果當市慢慢要站穩的時間 而這些板塊 或者這些股份 本身是一個受惠之後的獲冊推動的話 我想這個估計要試上去 借近六十元邊流上的機會 我自己覺得還是比較高 另外還有人問就是 有七零零騰訊 三百六十四元有貨後市 怎樣看? 三六四的話 當然我想暫時都要先捱一捱 因為一來其實本身的騰訊股價 都算是強了很久 就是今天才借小回到多一點 但是好酒在理貌的價格 其實跟現水平不是差太遠 我覺得問題不大 但是如果短期的市場是要再反方再下降的 始終騰訊都是重磅股 我想它都有機會再借小側低一些 但是始終業務 我想一方面這一段這麼強 因為大家都知道它主席還是在手遊那邊 而疫情因素對它這方面的推動是大的 我想另外你留意就是短期的業績 就是令人公佈業績 如果業績出現之後 管理層對它們今年的看法都是比較正面的 其實不排除到時股價 會稍微繼續是比較強一點的 再加上課會長遠一點 我想除了看手遊看這些廣告業務之外 真的是金融科技那邊 其實之前有些行業都說就是長遠的變現能力是高的 如果變相這樣看 對它的股價 我覺得長線來說還有幾大的上網空間 所以暫時看法就不是太擔心 另外還有人問9988是否應該再入貨 9988我想就剛才提到 就是說這些位置188、189 或者近日上市價187 都可以嘗試叫做第一轉賣 當然不是說這一刻買了一定不用跌 如果市是要反復要試下去的 股份相對都會再扯低一些 但是好處好處我想這些是叫優質股 或者業務前景是幾好 所以我覺得短線反復不是太擔心 那你還是要放低去吸納一下 我覺得比較合適一點 所以都是看長線的 另外還有一條問題 2588有貨應該怎樣部署 2588的話我想暫時就有少少保留了 因為其實本身 它對於航空股好的地方 就是它是做這些飛機租用來住 如果以本身之前 航空股可能不買飛機 可能對你那個租用的需求真的會大一點的 但是問題就是這一刻 可能連這些需求都少了 因為一來就你各個地方 那麼多國家都是封關 或者可能那個個別航空公司的運力 都是不斷削減的話 其實對這些航空的租用的需求 可能都會減低一些 所以我自己對它的看法 會比較是審慎些少 如果有貨的話 我想逢高有機會打高一些 可能考慮走一走 第一陣子反彈目標 先看看Igon58元 上這些位置我會建議考慮減一減房 明白 可能今天都給了很多股份的提示 給大家 都起碼幫到大家 在一個不是很穩定的股市之下 都可能有少少賺 或者長線可以看長遠一點去入貨 我們今天多謝Rafi 和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